周邊拌炒 製作麻辣湯頭 只是香氣四溢的同時 也不斷冒出沸騰的白煙 因此夏天到了 業者都會特別緊盯冷氣控溫 街邊店的話 雖然說溫度可以控 我們會在開班前 就是營業時間前 先把溫度稍微調低一點 讓整個空氣 舒適 涼爽度足夠了以後 再忙忙的回升 到一般的政策的需求的程度 不過還是會看消費者的需求 萊克樹和當天溫度 又或者外頭有沒有下雨 都會影響到體溫感受 只能隨時應變空調設定 不過若是在百貨商場裡的門市 確實就會收到顧客反應 業者也很無奈 一個樓層裡面 有好幾個不同的業者 所以如果中央空調的話 在現在這種的氣溫之下 真的會顯得比較不足 消費者也會反應比較多 但強調每個人 對冷熱的敏感度不同 並非所有溫度都能適應 也只能盡量幫顧客換位置 或搭配電扇輔助 而看到其他公共場所 冷氣的溫度也讓民眾很有感 天氣真的好熱 常常在外頭滿頭大汗 不過就有PTT的網友發問了 最近他進到像是圖書館 車站等公共場所怎麼裡頭冷氣開的 都沒有很強 讓他質疑說 大家反而窩在家裡面開冷氣 不是更耗電嗎 不過底下就有人留言說 其實是因為縣文嶺政策 我們目前台北市政府 就是有配合行政院 他們有核定政府機關跟學校的 用電的效率的提升計劃 我們有跟同仁說就是 我們是讓溫度是維持在26、28 但是最主要是還是在體感溫度 我們依照相關的建議 然後設定在一個比較合理的 一個溫度的狀況 以台北市立圖書館為例 各分館由於空間 還有空調設備差異 也會有不同安排 有些時候 有可能他已經開到最強了 可是民眾還是感覺 就是不太舒服的時候 那我們現在 因為還有在加循環扇 其實加循環扇 你就增加了空氣流通 有些地方的話 可能真的有一些比較角落的地方 那可能真的空調設備 不容易直接到裡面 那我們就加個立扇 然後或者是說加個避扇 經濟部能源署也一直強調 各界都誤解限溫令了 只有規範指定能源 用戶遵循節約能源規定 觀光旅館 零售市販賣店 大眾運輸場站 銀行郵局等20類場所 室內冷氣溫度不得低於26度 而相關場所中的餐廳 美食階等 在用餐時段 溫度雖然不受限制 仍然推廣控制在23度 但並非強制 當然為了簡單簡單 他可以做出這樣子的呼籲 你政府一直在強調不缺電 可是你現在對於這些公共場所的溫度的限制 又做出了一些比較明確的規範 那我覺得這樣就是一個反效果 民眾當然就會回頭去質疑 你嘴巴一直講不缺電 可是你現在提出來的這些作為 美其名叫做節電 實際上做出來就會讓人家覺得說 你根本就缺電啊 畢竟炎炎夏日冷氣既然開了就要達到效果 若是用餐環境 溫度高也難以吃的盡興 業者在遵循的同時 又該如何平衡民眾的使用舒適度 你只要提供足夠的獎勵 像台電前一陣子其實是提出來一些作法 我倒是覺得可以擴充 就是說他被電力的用戶 他說你只要上網登陸 然後你如果這個月的用電跟前一年同期的用電 確實有節省下來 而且意思就是說用電量比較少 那台電就會提供獎益金 那這樣子從民眾這一方主動去參與 然後參加節電的這個方案 那我覺得這樣子才能真正達到效果 推薦呢固然是美意 或許有幼硬引導更能提高意願 畢竟所謂的最適合的溫度 因應環境的空間大小還有屬性 沒有一個標準答案 TVB新聞烈志宙宣傳台會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